大家好,蟹爪蓝的扦插非常简单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扦插技巧 但是在给蟹爪蓝扦插的过程中 有三剂大家一定不要犯了 办的其中任何一剂这个蟹爪蓝 不是尾连就是黑斧 然后成活率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是有哪三剂呢 首先第一剂就是记用途不当 那么我们在扦插蟹爪蓝的时候 很多花油会用一些旧土 或者是去外面的随便挖一点田园土 这些土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病菌 如果直接拿来扦插的话 很容易导致病菌感染 然后蟹爪拿来就容易黑斧 所以我们用途最好就是用一些 比较洁净的营养土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这种比较干净的制食 扦插场活率会更高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如果一定要用旧土的话 最好就是用一座多菌磷 先给它进行喷湿 将这个病菌给焖沙掉之后 我们再用阳光爆晒 然后就可以拿来扦插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既喷水浇水过多 蟹爪蓝在扦插的时候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最好就是用潮土扦插 然后后期盆土不要浇水 只要经常给它喷雾就可以了 如果过多的浇水 盆土里面水分过多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黑斧的现象 但是喷水也不能够太过频繁 我们大概一天喷个两三次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喷水过多 这个水的话也会滴入到盆土里面 那么也会很容易造成黑斧的现象出现 第三点就是既强光爆晒 蟹爪蓝在扦插的时候 它是没有根的 然后植株的叶片在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 蒸腾作用会加强 再加上没有根性来吸收水分 叶片的话就会因为光照过强而失水严重 甚至是会出现一个伪粘苦死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扦插之后呢 最好就是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呢 是最为合适的 所以在扦插卸掌囊的时候呢 这三剂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剂都不要犯 犯了任何一剂 那么这个枝叶呢就伪粘黑斧了 那么我们的扦插就失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